这是斯文的裙 副款 整个副款非常宽松 它是三尺寸的 后幅半像是重要的 它是很密集的打杂效果 它的延伸度相当不错 它是很顺滑的垂墜感很强的布料 整个款或者设计出处 都是以一个斯文上工的造型 或者穿搭是做主軸的 你看到它压的八折骨位都压得很实 它做工都做得相当之好 这颗楼是假的 钉死了 但这一幅就揭得起 但不能够分拆 整个副款都是宽松为主 它的版型比较直一点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直的裙 裙款 副款也是很直的 你会看到版型是碎碎感很强 我来看看 也是一个阔身的副款位 你看到很密集的打杂 即是橡筋延伸度不错的 对了,不错的 可以看到后面这里 也相当不错的一个延伸度 它是一个斯文的版型 斯文的款式 譬如如我现在这样 即是你不喜欢摄衣服的 这样盖了它 其实这个位置都已经有一个高亮 但如果你说自己是 配一些斯文的搜索款 或者都是滑身的质地 喜欢摄衣服的需要的话 可以看到有一个斜剪的一个线条 除了斜剪之外 其实它这一幅都是见得人的 这些位置都是做得很足够的 腰围位,你会看到都是比较松一点 就是它平放的cutting 都是比较松一点 它的弹性度也是相当之不错的 不过这个就没袋了 这个就没袋了 它的副款也是一个 阔的副款随感很强的一个布料来的 其实这个造工也做得很仔细 那你会见到我这样打开了 就是一个副款位 那去到这一边,即是我的侧骨位 你会见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Layer 的延伸下去,这里也是一个八折位 那因为它要做一个连贯 其实是到这里的 但是你会见到这里也是有一个八折位 那就可以做了给你 所以真的做得很仔细 那其实它有权是纯粹一个副款 但是你会见到正面这样看 你会见到有那一个位 不是好像穿崩 或者不是好像欠缺一折的情况 做得真的很仔细 很欣赏 因为始终都是由斯文的款式为主 所以这些位置也是必须要照顾周到 我现在衬了一个basic的衣服 如果你说我自己真的有场合的需要 那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款式也是大方得体的一个style lace top,这种cardigan 我最basic的衣服 全部都嫁入到的 非常之好搭的一个item